Hello,大家好,我是来自美国的List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最近正在做的一个无坛计划 我已经做了30天了 那其实我没有做这个video 就是没有在一半的时候做这个video 跟你们分享的原因是 我当心我做不到30天 但是我终于把30天做完了 那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呢 我这里有笔记,所以我会往下看 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我决定 做这个无坛计划 做这个无坛计划是差不多 我在做30天自律左右的时候 差不多是第二个星期多 将近第三个星期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我要做一个 因为那个自律的13个自律的 就是已经做到蛮简单到后来的时候 我就做一个加一个challenge给我自己 所以我就决定做一个30天无坛计划 开始做这个计划的时候 我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 就是我要不要只做7天 而不要做30天这么长 但是后来我决定7天的话 我可能无法跟你们分享到什么 于是我就决定做一个30天的计划 那好,那我们直接进入主题吧 那谈的话,现在如果大家有看过这个food in啊 还有这些no sugar sugar的 就是所有谈对我们坏出的tocumentary的话 这几年是越聊越多 那我们个人就是以平常人来说 我们也知道就是谈吃太多会怎么样 会得第二星,谈尿病,diabetic 会怎么样,牙齿如果没有打理好的话 会有蛀牙,特别是小朋友 然后谈吃太多的话 女生就怕胖的话就很容易发胖 就是这些很简单的一些common sense 我们也知道就不要吃太多糖 可是呢,像我生活的地方是在美国的话 就是这里的甜点 我跟你们说一个秘密吧 就是至少我知道的大部分我的华人朋友 我们都不会在外国人的店里面买bacery 就不会在他们店里面买糕点 我们要去呢,都是华人的三店里面 就是糕饼屋里面买一些 比如说egg tar啊 然后一些糕点 因为我们觉得说 至少我们家是这样觉得 华人的糕点店没有那么甜 但是你一到老外的糕点店里面的话 就是你可以感觉它那几乎就是 一半面粉,然后一半糖那种感觉 就是甜的已经是,啊,反正就是太多了 那这就是整个美国社会的culture 而且我们出去吃快餐的时候 吃汉堡包,或者吃餐厅的时候 他们也是加很多就是盐巴 然后不管是怎么样,米烟都会加糖 那我们曾经也跟一个就是开buffet 就是开自助餐的 在美国开自助餐的一个朋友聊过 就是他说他的甜点每次做菜都会被人夸 然后人家问他,啊,你是有什么secret 有什么那个秘密的跟我分享一下 他说,哦,没有啊,就是这样做 可是呢,我们自己私下聊天的时候 他就说很简单啊,就是把糖当成一半的面粉 这样倒啊,你糖倒的越多老外越喜欢 这样子,那就是说现在已经进入这个超级高糖时代 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好好控制自己的饮堂的话 就很容易你可能说,如果你们住的城市的话 呃,没有这个华人的bacery store 或许你们就在,呃,亚洲国家生活 那你们就很lucky 那如果你们出去吃饭的话 比如说现在很多人很喜欢吃西餐吧 一出去吃各式各样的汉堡包的话 里面就有很多的糖量 所以不知不觉,在小孩子的时候 我们就养成了对糖的一种渴望 还有珍珠奶茶 不要说珍珠奶茶的甜,就是非常甜 然后小孩子都很喜欢 然后coke,这些冷,呃,就是 这些所有的soda,这些的饮料 呃,可乐啊,雪碧啊,peps啊 所有的饮料里面也都是放了很多糖 甚至各式各样健康的饮料 就是我们说的yoga 酸奶里面也是没有糖的话 我们小孩子根本不会吃 大人有时候也需要有点糖 所以在这样情况下 如果我们再不控制自己的 那个吃糖的分量的话 我觉得就是很容易很容易 每个人会生出各式各样的病 这是我个人的感觉和我个人的理解 所以我要做这个challenge 所以我要决定做这个计划 我声明一下,我正好呢,这次有跟我家庭医生呢 他有我以前的每一年的体检表 然后我有跟他聊过这个事情 就是我要做这个断痰计划30天 然后所以我跟朋友们说 这是我个人的经验 我个人去尝试 大家不一定要学我 或者要去做 你做之前一定一定要跟你自己的医生说一下 因为你可能是低血糖 或者你的 就是你的生活的习惯和你的身体的状况 跟我是不一样的 无论如何找你的医生 那我只是聊我自己的这个经验 跟你们就是只是聊我自己的经验 那是怎么样的话呢 你们如果要做的话 无论如何要为自己的那个健康负责 自己跟医生聊一下 有任何病的话要去看医生 不要觉得说无痰就可以救到你 这是我自己的这个经验 跟大家分享我的个人经验而已 那我是怎么断痰的话 再说一遍 大家不要学我 在没有跟医生商量之前 那我是怎么断痰 第一个 我没有把所有的痰都断掉 这怎么说 比如说水果 水果里面会有痰 白饭里面也会痰 面包里面也会痰 就是任何这些东西 加工产品里面 他们都会放痰 我不会因为这个 我就没有不去吃水果 或者蔬菜 有一些蔬菜像是beet 这些东西里面 也是有甜的味道 我并没有 把这些水果全部咔掉 但是太甜太甜的水果呢 我就没有吃 比如说芒果 芒果的话就是非常甜的 然后我也没有吃果汁 用水果炸出来的果汁 像我以前就会喝萝卜汁 那因为红萝卜是很甜的 所以呢 我要是现在要吃的话 我就是吃正常的红萝卜 我不会去吃红萝卜 炸出来汁 各式各样的水果汁 我全部都戒掉 但是我仍然吃水果 任何加工的糖 我不吃 就是不是水果 蔬菜和自然界 食物中的糖分 我都不吃 打一个比方吧 加工的糖就是巧克力 很甜的巧克力 然后还有就是饼干 很甜的饼干 任何饼屋里面的东西 我也暂时不吃 然后还有奶茶 奶茶戒掉 甚至我最爱最爱的Lady M Cake 就是我以前超级喜欢吃的 这个一锅蛋糕 我也戒掉 然后加工的咖啡糖 酸奶 酸奶我现在只买 就是没有甜味的酸奶 然后果酱 就是在 藏在面包里面吃的果酱 那里面甜也很多 然后包括分泌啊 还有红糖啊 还有沙拉酱 沙拉酱大家不要觉得 不是甜的 其实虽然就是 你们吃起来 视觉好像是咸咸的感觉 其实它也加了很多糖 就是白糖 我自己也没有喝 就红糖水 其实冬天的时候 或者说 我觉得很忍回来 我也会吃 喝红糖水 可是现在我就吃 生姜 喝水 这样子 所以我把这些 所有太甜的东西 都戒掉 如果你们 因为我们现在 已经没有荔枝 这些东西了 那如果你们看我视频的时候 是夏天的话 夏天的话 像是桂圆啊 龙岩 荔枝 榴莲 这些东西 尽量不要吃 它们都很甜 那一天的话 水果也不要吃太多 这是我自己这样做的 那我们怎么样 我是怎样开始做的呢 我做的时候 我就是给自己寄了笔记 差不多是第一天 没有糖 没有吃糖 然后我会写下这些 我所有不吃糖的这个 写在一个纸上 然后我就寄下来 那我先说一下 我第一个星期的感受 因为在我戒糖之前 我已经做自律的 在做自律之前 我已经做几简 已经过了一年多了 都快要两年了 所以这个戒糖的 第一个星期的过程 对我来说并不难 而且我没有去任何 以前我可能 还是会吃一些外卖 或者出去吃一些餐厅 次数已经少了很多很多了 但是在我戒糖的时候 完全没有出去吃 完全没有叫外卖 全部都是自己住的 那这个原因是因为 餐厅的东西 我不是说每一间 但是大部分的餐厅的东西 它为了让它变得更可口呢 就是会加盐巴 味精 然后糖 油 这些东西 所以为了就是 做的比较健康 我就大部分时间 都是在家里 不是大部分时间 第一个星期完全是在家里 自己煮和吃 甚至 有一个周末 我们还出去 就是做一个户外的活动 是从早到晚 就是hiking 然后我们那一天 我还自己做了一个三明治 我平时一般会买 Vietnamese 就是越南三明治 带去 可是那一天 我是自己做了三明治带去 就很认真的在做这个事情 所以在第一个星期的时候 我会有一点点想念自己的萝卜汁 然后会有那么一点点看到一些糖的时候 会有那么一点点想 但是那个欲望并没有很旺盛 那第二个星期的时候呢 会感觉说 想念我的Lady M 你知道吗 我到现在我还流口水 我必须要说到戒堂到现在 我还没有吃到我的Lady M CAKE 然后那是我最喜欢的一个蛋糕 所以我就开始想 一般情况下 如果我会经过 店 那间店的话 在那个店的范围三条街之类 我都会想办法转到那里去吃一下 或者买回家吃 可是呢 第二个星期的时候 我就算在那个店门经过 我也没有进去 我也忍住了 可是那个欲望是在膨胀的 所以我觉得第二个星期 对我来说是比较难的 然后我还miss 就是很想吃橄榄 那种酸酸甜甜的橄榄 还有想吃一些炸的果子 特别是mango smoothie 或者strawberry smoothie 这些东西 那就是用那个芒果做的 然后每次都要加一点糖 然后还有就是第三个星期的时候 进入第三个星期的时候 我就非常非常想吃 我不知道为什么 有的人说是越尾巴越好 但是在我第三个星期的时候 我就更想吃 更想吃我的ladium cake 然后又想吃 开始想吃那个珍珠奶茶 然后就开始做梦 各式各样的甜的东西 我觉得这是一种lobster effect 就是说当你 让你吃的时候 你反而不会那么想这些东西 像我之前 虽然我喝珍珠奶茶 但是我也没有想过它 而且即使在三个月没有喝的话 我也没有关系 然后我就开始想 egg tart egg tart就是一个饼屋里面的一种鸡蛋 像是clean beret那种的 那种鸡蛋 有很多糖的 然后就开始想各式各样的 cupcake啊 蛋糕啊 lady m啊 然后珍珠奶茶 然后那时候简直就是觉得说我自己要做不下去了 因为当一个人制止你做一个事情 我觉得那个是完全是脑袋的一种反应 当你很想 就是你平时吃东西 然后这个东西如果说你在正常情况下不吃 但是也没有人提醒说你不能吃 你可以一年都没有吃 它也不会想 但是有一天有一个人告诉你从今天起你永远不能再碰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就会特别特别想它 特别特别想要去吃 我觉得是人的一种 我不知道为什么哈 就是人 人之常情就被一个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个现象 于是在第三个星期的时候我就非常非常想 那我每一次想的时候呢 我就用一个方法 我就出去走 就出去走 用快走的方式 走个15分钟 然后回来 那个感觉会好很多 到第四个星期的时候 就欲望就没有第三个星期那么强烈 就完全可以控制 然后偶尔想想 但是还是在那里 然后我很 我那时候就想说我可能一结束的第三十天 然后第三十一天我做第一个事情 我要去买Lady M Cake 我是这样想的 可是呢 到第四个星期我也忍过去 那身体方面到最后我撑的时候 我是轻了三半多左右 因为本来就不是很重 所以轻下来是三半多 并不像那些 就是网路上我有看有一些人说从 100好像250半一下子瘦了80半啊 或者从180半一下子瘦到160多 可以瘦20半 但是我没有 我没有瘦那么多 然后要声明一下 就是我这之间呢 我也没有去 做任何的强烈的运动 或者什么样 我只是减痰 然后别的东西也没有去配合 说只是蔬菜啊 我只是以减痰 但是我有觉得经历 经历好了很多 就我以前特别是吃什么甜点 吃完时候中午的时候 吃完甜点会觉得人那么累累的 然后人也不是那么有经历 可是呢 我觉得我的经历比以前好了 那还有一个就是我的脸是T油形 就是混合的又油又干的 可是我发现我油也没有出那么多 那我头发如果说 比如说我到晚上的时候 头发会觉得油油的 或者哪一天比如说我去hiking回来太累了 然后没有洗头 只是洗个澡 然后第二天那感觉 头发油的就像上了一层油 可是这次我没有 就是觉得头发也没有以前那么油了 身体也没有以前那么油了 那还有一个我自己感觉到 就是我有的时候会space out 就是会觉得吃东西吃太多的时候 也是叫food coma嘛 就是吃太多的时候 然后下午那一个时候在做什么事情 没有那么来劲 然后脑袋没有那么清楚 可是我发现这一个月 我space out的时间就少了很多 就不会那么发呆啊 或者food coma 那对我的 我觉得像是网路上很多人说 一下子一个什么都变了 我觉得我倒没有变那么多 但是我的确是感觉到改变了 然后第31天的时候 我也没有去LadyM买蛋糕 也没有再进入任何谈的东西 我觉得我那个欲望是完全就是可以控制的 这让我想起 我刚开始做极简的时候 东西扔了太多 一个反弹 然后那时候就不想做了 可是后来坚持下来以后 就觉得还蛮简单的 所以我到现在的今天 我就是我做了30天以后 我就没有很严格的要求自己 可是so far我下来 我还是觉得说 我没有什么 对他没有那么多的欲望 后来我读了一个文章 他就说其实 他谈是会上瘾的 当你给自己吃的越多 或者你出去吃餐厅 越多的时候 你的口味就很想要吃各式各样的谈 于是你的那个欲望 就像欲望式的越膨胀越大 那个瘾就越来越大 然后我现在的话 就是好像没有什么瘾了 会有那个欲望 就是会有那个desire 因为我不能吃 可是就没有那个瘾 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还去 像是cookie 就是一个活动 那美国很多活动呢 都会放一些就是homemade cookie 自己家里做的 他说是homemade的啦 就是 就是 很多很多糖的那个饼干 然后里面是一块一块巧克力的 然后吃起来很甜的 我以前是一定会去吃的 因为我很喜欢那个味道 那那一次我看到了 我想的时候就觉得 它好甜好甜哦 就是 然后就觉得没有什么必要去吃它 而且呢 我会平时呢 不停的提醒自己 各式各样的坏处 那是什么把我支持下来的呢 我觉得 那30天完全就是毅力吧 就是自己知道要做这个计划 可是30天以后呢 自己还是决定不吃糖 的原因呢 是第一个 我觉得说 我一直在提醒自己吃糖的坏处 第一个 我很怕发胖 就虽然说我没有 说是那种 很容易发胖的提示 但是我知道我发胖的时候 我先胖的是我的脸 然后再胖的是我的屁股 所以 超级难看 所以我就觉得说 不要尽量让身材保持在好的情况下 然后我很比较暧昧 就是觉得皮肤的话 没有吃糖以后 我觉得我皮肤状况好很多 少出油 头发状况也好很多 所以我就觉得 这是对我是好的 那还有就是30天之内 我并没有发生血糖低压 晕过去这样的情况 我记得我小时候是有的 就是太累啊 还怎么样 中暑啊 晕过去 可是我其实蛮担心说我这30天会不会有血糖低压或怎么样的情况 所以我在不管是去哪里有的时候都会带一包那个brown sugar 就是叫什么棕色的糖在自己身边 以防万一我需要加点水喝糖水的话 可是我觉得 söylemere don't you even know the rest of the day 可是我觉得没有关系 这可能是我没有刻意减少喝水果 喝在食物里面 虽然是自己煮的 但是有一些东西还是会带一些糖分 它本身自带的糖分 像是米啊 这些就够我身体的了 那还有一个就是我知道说 当我们吃太多糖的时候 我们食欲会增加 食欲增加的话 就会我们的胃会变成大胃丸 那下一个有一些人说 这个吃痰会引起头痛 痰吃太多了 对我来说 我在吃痰之前 也没有什么头痛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少吃痰 对我的脑袋 我觉得我的思路变得更清楚 很少有space out发生这样子 突然间就是做白日们 然后开始发呆这样的情况 对我是一个有时候会发呆的人 可是吃痰以后 这情况少了很多 那下一个呢 就是我知道说 痰吃太多 会让我们牙齿变得有蛀牙呀 或者牙齿不好这样子 那下一个就是痰料病 这个不用说了 如果我们痰吃太多的话 很容易就得了痰料病 而且痰料病是一个慢性病 再用各式各样的药啊 去做服药的效果也不好 所以就这个 让我觉得说 我不要去吃太多痰 那下一个就是我知道 吃痰的话 更容易 至少就说我听很多 专家的书 健康专家的书 有说 其实癌症这种细胞是很需要痰的 所以如果你吃太多痰 很容易引发成癌症 所以我觉得在整个情况下 我不吃痰对我来说并没有任何坏处 而不吃痰我手法拿到的都是好处 那为什么我不坚持下去呢 然后我那个欲望就是除了当初是因为我不让我自己吃 所以有那个欲望 可是真的让我自己吃我这个欲望反而就是消失了 30天以后我说好你要的话可以去买一些 CAKE啊 LADM啊什么的回来 可是就觉得没有啦 那还有一个我注意到就是我现在更会去看食物的标签 以前我看标签会看它的收敛 就是它有没有什么不好的油脂啊 然后会看它是不是盐分很高 可是呢现在我会去看它的糖分 然后我发现真的好多好多东西里面糖分都很高 然后发现好多好多东西里面就是真的就是垃圾食物 除了糖啊盐啊就是fat就是那些肥啊 然后真正的什么维他命真的没有没有什么 所以我就觉得我对标签我之前已经比较小心了 可是现在我对标签就是更小心了 然后更喜欢吃新鲜的蔬菜水果 新鲜的各式各样的东西 但是对我来说这个challenge并不是特别的难 那再说一遍大家如果你们看了觉得想去做的话 先跟你们的医生聊一下 先做一个全身检查 然后再去做这个challenge 或者最多做一个一两天看看你们喜不喜欢 也不一定要做一个月 不是说一两天sorry一个星期这样子 你们看看会不会喜欢 但是总的来说我相信就是 对我个人来说 这个事情对我来说 我整个体验是非常非常positive的 是非常好的 然后我应该会坚持下去 就是我记得我最 就是这个体验结束以后呢 我们还去了一趟谈人街 你知道在纽约谈人街 现在是好多好多人都在卖这个bubble tea的 就是叫珍珠奶茶 然后平时的话 我应该会停下来买 可是这次我也没有买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我为自己感到很开心 好吧 那今天这个30天无坛计划 我个人的经验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如果你们有做过的话 跟我分享一下哦 好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吧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